黑龙江省鹤岗市 一座以煤炭为产业核心的东北小城 因为全国最低房价城市之一的标签 进入大众视野 不到3000元每平方米的房屋均价 让鹤岗的高关注度持续数年 为什么是鹤岗 为什么一直是鹤岗 先居鹤岗的人们是否得偿所愿 这里除了低房价 还有什么 我们带着疑问来到鹤岗 寻找在这里安家的人们 我带着疑问来到鹤岗的人们是否得偿所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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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 江西宝妈段佑文花费大约8万元在鹤岗市郊的新安区买下一套60多平的二手房 他说买下房子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兴奋 因为拥有一个家这件事 他已经在脑海里演练过无数遍 重启生活并不容易 何况带着两个孩子 不知道 喝鹅和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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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牙字 这是拼 拼的牙 鸡蛋汤 清淡一点 真的只要八万多 就可以买一套 一层楼吗 一层楼 一套房 对 八万多 你看 我们就是来了鹤岗的这些外地人 就是大家都是相互就是帮助这样子 我觉得很好 我那是选择的故乡 在鹤岗段佑文认识了很多和他近况相似的外地宝妈 邻居可达鸭是其中一位 错的吗 没错 上来 先把这件事写出来 一 二 有了 七 这是花 日式的女孩 2022年是2月 龙芳带着女儿 从工作多年的广东佛山来到鹤岗 下了飞机 他们直奔鹤岗市南边的一座小房子 这是龙芳第一次来鹤岗 也是她第一次走进这座花了大半积蓄买来的房子 对今天零下三到十五度啊今天怕冷的呀呀 穿的多不大 人家东北人这边穿的好少 当时考虑就是房家第一 然后她的那个配套措施就是还可以 奔开了就想着带着小孩还是要有一个家 就不能就是再奔波了 毕竟小孩要上学了 我又不想要有房贷之类的那种压力 小孩 我的老婆好冷 你看嘛 我这还没爬呢 她说她好冷 她不想爬 我想老婆 老婆带好了 不到三岁 我妈妈就不在了 在我很小时 她给我找了一个后妈 她认为我是那一个多余的人 影响到了她的人生 如果有一个好的家 谁愿意跑这么远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你能留念的东西 所以说你到哪里都一样 肉的性价比比较高 比如说除去吃饭嘛 它会便宜一点 学费是500 然后果实费 加上去是740嘛 幼儿园其实公伐的都一样 他们那边好像吃得更好 就是今天那一家 有点想法说我们几个 外地来的就是一起做 粉丝们都说你什么雷生呀 我必须得过好 我必须得活下去 我户口都牵过来了 你过于焦虑嘛 过于焦虑嘛 你小孩你总的要养 说我要想睡个懒觉 但事实上我8点钟我就起来了 因为我根本睡不了 那小段说她今天是4点钟起来的 她也睡不了 小段给我比我更勇敢 因为她两个小孩 她的焦虑比我更大 小小孩先 对 你自己也住 就算我到时要去务护的话 我也住了这久了 可以了吧 半年 现在你要先住半年 对啊 我说能救人 你说不能救人 这可是容易的一件游泳服 能扔掉了你 当幼儿园宝宝宝 他昨晚安排了大学了 这里包子比我更好吃 这个十以内的那个家姐的那个卡吗 主要是他学习跟不上 我家孩子他这个学习进度快 就是回我老家的话 这个是闲言碎语 我们那边 然后我也不想告诉他们 我离婚什么的 家那个什么张唱联盟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电商工具 就是 工具也都不低 配搁我孩子 就是中日不行 还暑假也不行 孩子生病还不行 就是这样 然后早上 早上 都要那种 我只能自己 所以我找了各种工作 都没有合适我 只能自己干点小奶 右手边 是 这就是右手边 卖寿司旁边不就是这里 就这么一点点位置吗 那用水也不方便好像 我想做那个 我们江西的那个肉丸 我就想现做现卖的那一种 那你加工地方得多大 那那个多大 好好好 就是在我结完婚之后 我是没有工作的 等我离完婚之后 我小孩的幼儿园 当幼儿园的老师 大部分时间都是拿一千多一个月 他们两个人学费就是两千 房贷三千多 信用卡也倒不过来了 所有的额度都没有了 然后我再不卖房子 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 大了吗 我没事很空间 我能够自己找个地方 我就买点什么 垫不垫不垫了 不行的话等点考量面上查的 你自己来什么程度 你一走你你就办事了 我行 我看这样操作的话 这样煮东西卖 我看 拿一个什么棍啊 接送孩子上下学的 然后看着看着吧 又说哎呀自己 接送孩子这也可以啊 还能把这一做就完事了 两个 两个 那你站前面 亲女士啊想买这车 说句信的话就是没有钱 没有钱 他有钱的话还这么犹豫吗 斗不腔 斗不腔 你说要肯吗 你就是少充点 特别那个母亲 这两孩子她说信的话 看啊对 对 现在说出我的故事来 都是一些 就是别人都会 投出那种同情的眼光 或者觉得我很不容易的眼光 我 我并不喜欢这种眼光 我就想 活得很好 就觉得哎呀 这人挺好 你看人家外地人 在我们各个活得多好呀 她也蛮兴奋的 因为我一直告诉她 我说 我说宝贝我们好像要有一个家了 我们要去自己新家 她就很期待 对于目前来讲 我觉得我的生活 还没有进入那个正轨 我说我要在这边按家 那我肯定也要有自己的工作 别人可以 那我应该也可以 来之前大多数人会说 躺平 但我认为这是躺不平的 只是说你来这边 你会压力小很多 哦我跟你讲啊 今天那个 咱那个组织要给我找工作 她打算给我介绍工作来着 所以说日子又有点盼头了 你不听 在哪里呀 花苗的衣服呢 夏天姐我们去卖车好不好 那段玉都不说了卖车底薪三千块 这可能在鹤岗存在一种就是 好像你就是越惨 人家越关注你 我们虽然就是说 属于无家可归的那一种 我们来到了这边 也就是说要安家嘛 但我们也不是来逃难的 一样在雨里 我需要烤烤 你不想要 那妈妈走 你不想让妈妈走 妈妈去2天就回来了呀 我们说好了 我没有想要 2点 1点 5点 5点 谁给谁是谁 爸爸你不为了 我会很想要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妈 我终于有房了 哎呀 这地方就是都是我家 这地方 夏天那时候那家伙你要穿个白色衣服 一走哗啦啊呀身上全变成黑色了 就是那个袖上 脸上全一层黑的 这事实吧 我说这都是 小平房都猜先了 小平房就跟前一左右的 这就给矿上班离近的 有平房后期了都猜先了 环境也好了也没那么埋下了 过去的时候确实是烟熏火燎 空气也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蓝蓝的天 赫港在各种意义上 成了龙方断肉文匠的外地女性们的避风港 对他们来说 不背负沉重的房贷 立马拥有一座自己的房子 这是避风港的地基 过得着的幸福 全新的人际关系 这是避风港的屋顶 改变就是 我的焦虑没有那么大了 我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 我也可以这个时候每天活得开心一点 我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我以后的路 我并不想赫港的房子涨价 因为我就是希望能够 给像我这种人 他能够提供一个家 有跟他们说 我说我在这里实现了 雪糕自由 猪肉自由 猎鱼家自由 什么都自由 给我来一块豆腐 三块五 两块五 拿锅里 可惜吧 里的家都没有 这些大鱼五千一条多便宜 五块钱一条 一斤多 有没有拿这种鱼 是没有什么刺的 适合小孩吃的呢 小孩吃的 没有那个三斤鱼 那个刺的 终于有个家了 一个不需要 就是委屈 维系的家 历史 经济 人文 造就了赫港上空的一层真空 这层真空 给了他们喘息的空间 赫港不像北上广那么繁华 也不像老家县城那么熟悉贴近 他们也很庆幸 在老家和北上广之外 还有河港 人们背井离乡 散落在东西南北 无数个城市与乡镇 并不都需要他人的理解 无论如何 他们都将在这里 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一般都出门出去 工作也不好 矿山都不愿去 这边就是年轻人 更多的就是做自媒体 就宣传赫港 还有赫港的就是卖房子 然后还有做插画师 写小说 房子很多 房子很多吧 可能这边就没有说 像大城市有这么多 那个青工业嘛 那种嘛 当时我们来这边的 都追学就是 可能不会说很高很高 就觉得自己的生活 平平荡荡 就每个城市它都有 方法可以让自己 生活下去 我不觉得在河港 我生活不下去